尽管有法阵的支持 但是面对黑暗蛇魔的恐怖压力 修士们依然感到巨大的负担 人们很快就发现 在这宏大而惨烈的战场上 再没有什么强者与弱者之分 生命在这一刻无比的平等 那些曾经宣和一时 风光无限的高手强者大能们 在惨烈的战争中纷纷远落 命运是如此的公平 在这惨烈的战争下 任何存在都变得微弱泪乱 都可能会死去 强大的存在面对的也往往是强大的对手 又或者干脆遭到群起而攻之 其死亡的概率未必就比低层次的存在低多少 风不至 这位唐杰曾经的老对手 在万寿园一战后 就回归本门潜心苦修 一千二百多年的修行 与七侠界的壮大成就了他 让他成功晋升子府 一手捉风拿月 依然是他最强悍的神通 五大妖兽分身 以一划六 每一个都有低阶子府的实力 在七侠群英中 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 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力量是如此的薄弱 尽管他奋勇苦战 以一人之力连杀数十头蛇魔 但是他的分身也一个接一个的战死 十二头黑暗蛇魔同时从一侧飞过 联手对他释放出一道粗大的暗影剑 尽管封不知抵住了并反手杀的三个 却还是被另一边冲来的八只蛇魔 联手斩出的刀光破盾击中 眼前一阵眩晕 他知道自己撑不住太久了 他没能等到毒发身亡 因为就在他倒下的同时 又是一道粗大的暗影剑射来 封不知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纵身飞出 然后轰的一声炸开 萧文 曾经的七决门天才 曾在先缘会上与唐杰大战于狼牙伏地 在经过一千多年的修行之后 如今也已是化魂巅峰的人物 他修制大城的无极图路 让他在化魂期就可以向子府敬班 达到念动法生的地步 只是前期需要的准备时间比较长 但是 在这战争之地 这点准备时间又不算什么了 此刻 依仗着无极图路的强大 萧文不断地轰出一波又一波的术法狂潮 在他的强大进攻下 一只又一只的蛇魔死于非命 他就像一个超级法术炮台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宣泄着人类的愤怒 不过他的强悍表现也引来了蛇魔的注意 一对三十只的黑暗蛇魔同时联手 汇城的粗大暗影剑对着萧文射来 尽管萧文连续释放出数十个防御罩 却还是被这暗影剑一击打得粉碎 彻底终结了自己的炮台使命 云丹齐 乐山岛云家少主 天涯海阁弟子 当年鬼位出道一战 就是为云家守道 如今鬼位已成云母战魁 这位云家少主竟然也一步步走到现在 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却也是新摩期的修者 这位云家少主的功底扎实 身形飘忽 不过在这阵地之战 什么飘忽的神法都没有意义 你再能躲 也躲不过那铺天盖地的法术 唯有所有人连起手来硬扛才是根本 云丹齐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由于实力不济 他还不够资格单打独斗 所以他只是修士大军中的一员 他在一个诗人小队里 以七大派传下的联手秘法 在一位队长的引导下 共同失为 有时是十人联手 有时也会受更大的队伍调遣 进行百人 甚至更多人的联手 这种联合 是需要根据情势不断判断的 越是多人联手 需要凝聚的时间就越长 相对的 反应速度就越慢 只适合用来对付那些实力强大的对手 但是 对付小而灵巧的目标 就需要适时拆解 方会不浪费火力 云丹齐只是机械的听人指挥 他不想封不至消闻他们 还有过绽放自己光芒的时刻 只是作为一个最纯粹的灵力输送者而存在 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魔物 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只看到一片茫茫黑色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 迅速弥漫开来 然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像封不至云丹齐这样的修者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拼死防守 杀死敌人 或者被敌人杀死 修杰战争从未有一刻如此惨烈 那些属于个人的底牌 秘宝在这一刻都失去了意义 变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 巨大的伤亡 就连云天兰都看不下去了 在出手逼退一个气势汹汹的魔头后 平顶山上的浮云 幻化出云天兰的影像 唐杰 你还在等什么 为什么还不出手 唐杰看着远方 时机未至 且在等等 时机未至 又一个声音飘过来 却是萧别寒 虽然修为上比唐杰低了一击 但萧别寒的诗书架子可没丢 他也是少数 仍敢对唐杰呐喊之人 你还要等什么时机啊 如今正是血战之时 我方修士不断死伤 你所准备的一切 难道要到大家死光了才用出来吗 唐杰治了治 这是我们与鸿蒙魔族的第一场大战 千万年来 我们对鸿蒙魔族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而魔族却并不真正了解我七侠 这也正是我方对鸿蒙魔族最大的优势所在 所以 一定要在此战最大幅度的重创对手 唯有如此 才能为后面的战斗创造机会 黑暗蛇魔上来了 可魔族还有紫锋魔和血魔 再等等 这两大魔军很快也会出现 那时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如果错过这次 以后再想顾忌重施 可就难了 可是我们的人都快顶不住了 如果大军在那之前被冲垮 你的计划有什么意义 肖别寒问道 唐杰没有说话 肖别寒说的没错 这种可能同样存在 至于到底是如肖别寒所说 大军在那之前被冲垮 还是大家坚守到最后时刻 唐杰一举定乾坤 这个就不好说了 实际上 要分析这一点 就要看眼力 看指挥者对局势的判断与分析 从唐杰的角度而言 他认为自己这方是可以顶住的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人族修士在为家园而战 所有人都在努力坚守 战局也远未到最艰难的时刻 但是这些东西 却很难像刚才那样用言语描述 它是见识 是眼光 是智慧 是所有一切的综合 唐杰能看出来 是因为他有着比这些人 多一个世界的见识 对这种战争场面格外的熟悉 相比之下 萧扁寒等人 虽然活得年岁长 却大多是单打独斗 很少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战事 即便是以前鸿蒙入侵 也多是零散出击 像如今这种大格局大场面 也是破天荒头一遭 正因此 他们看不出来 正因为看不出来 所以在他们眼里 人族阵地已是处处烽火 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 对唐杰的催促也就在所难免 此时此刻 他们不想要最大的战果 只想要稳定的胜利 唐杰自然可以坚持自己的选择 但他很清楚 没有云天兰消别寒他们的支持 这种坚持并无意义 更何况 有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他们两个 在远方 更多的仙人们 已经纷纷看向此处 他们也在着急吧 唐杰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看向远方 远方大批的紫封魔已经出动 可惜在计划的战场上 只出现了一半 至于唐杰最想杀死的血魔君 却死忠未动 看来今天的战果 只能到此为止了 唐杰点点头道 既如此 那便发动吧 平海八重山 起 平海八重山 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大阵 它从来都不是用来杀敌的 而是用来辅助的 尽管如此 它却依然是星罗界中 被视为对抗鸿蒙魔族 最有效的七种顶级大阵之一 随着唐杰的话路 战场上形势在变 一片巨大的金色光芒 从阵地前方升起 覆盖了整片人魔战场 在这金色光辉里 可以看到大量的黑暗魔器 被驱散 消除 大地上那密密麻麻的尸体 血肉碎块 竟同时泛起大片的白光 然后如冰雪般消融 随着这些尸体消融的 还有泥土中那些黑褐色的血水 大地重新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天空中的魔戚不在 仙气如潮 直接从地底渗出 如烟如雾 蒸腾阴云 弥漫了整片天空 只是转眼之间 魔戚障地消失 那曾经黑暗阴霾的世界不见 出现的是只属于人类的 朗朗乾坤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那些魔族魔君则是惊疑不定 与此同时 天空中响起一个声音 不好 是平海八重山 速退 就像人类对魔族 有了足够的了解一样 魔族对人类亦非陌生 如果说 七侠界曾经对渗透力量的 强大阻击能力 还不能说明什么 毕竟世间还有太多的侦测法阵 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此刻的变化 却已足够证明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这个只在鸿蒙大劫中 出现过三次 却每次都给魔族带来 巨大伤害的恐怖仙阵 混蛋 速退速退 那位魔族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 激荡千万里 他这话不是对下方那些魔族说的 而是对所有的高级魔族下的命令 因为他知道 下方的魔族已经保不住了 仙灵白雾重新出现的一刻 所有的一切都被颠覆了 坚硬的地面再次沙化 变成了一片茫茫沙海 那是天海流沙阵再度发挥作用 天空中的金雁钢峰 亦同时卷起 在那金雁钢峰的作用下 沙海翻腾 竟然形成了一片恐怖沙暴漫天飞舞 也由金雁钢峰 结合海流沙形成的沙尘暴 威力之强比之先前 已经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然而 这还只是开始 结合那沙尘狂卷的 是无尽闪耀的雷光 澎海汹涌的九玉天雷 竟然同样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 与海流沙一起 构成了玉雷沙暴 这一刻 每一颗沙力都带着雷霆的暴虐 带着狂风的灵动 带着火焰的汹涌 带着沙石的粗光 接着 是一个从未出现的阵法 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于是人们看到 那些被丢弃的法宝 冰刃 还有地下埋藏的金属矿藏 在这一刻飞出 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光泽 凌空飞舞着 它们破碎 化作大片大片的铁砂 融入那片砂坡之中 最后一片拼图形成了 这一刻 曾经显露过的几个法阵 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全新的阵法 颠倒五行大阵 天空中的沙尘暴 威力在涨 澎湃至整片阵地 这一刻 再没有了黑暗魔器肆虐的空间 唯有自然无穷无尽的愤怒 在大地疯狂上演 让所有的人都明白 天地之伟力 可以多么的恐怖 这股力量 就算是子斧级的魔族 亦不敢硬扛 就算是仙台级的魔头 都不愿硬扛 海量的魔物被杀死 沙尘卷过处 什么角魔 铁骨魔 有如催枯拉朽般的死去 往往一阵风刮过 就看到数百魔物 先是站在那 然后身上 同时飙起 无数道血泉扑倒 天空中也是一样 红浮银焰魔 尸体刚落地 便如先前一般 悄无声息的融化消失 这就是平海八重山的作用 虽然它不具备杀敌的能力 但是它强大的限级作用 可以让它将魔物 当成自己的营养消化 并净化由魔物 带来的一切污染 同时 它还可以帮助阵法融合 提升 从而产生超出常态的巨大威能 正是因为它强大的辅助作用 连魔器都能克制 所以才被视作对魔族最好的阵法 不过平海八重山巨大的资源消耗 始终是它的软肋 除了布阵 需要的消耗之外 启动阵法 也会产生消耗 除了消耗之外 它的融合与提升能力 还需要大量生命的献祭 才能做到 人类自然不可能拿人类来献祭 那么就只有用魔族 所以 只要没有足够的魔族被献祭 那么平海八重山能发挥的作用 也会有限 鸿蒙魔族对平海八重山 同样有所了解 所以他们很清楚 此战的优势与弱点何在 如果他们早知道对手有此阵 绝对会针对这座顶级仙阵的特点 采取针对之法 而不过像现在这样大举功上 正因此 唐杰只有一次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仙阵的作用 他隐忍 他等待 直到这一刻 在大量魔物进入预定战场之后 才毅然发动 五大阵联动的惊人效果 在这一刻展现 除了那些高等魔族 实力相对较低的低等魔族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他们那让仙台都需 小心应对的联合能力 面对着天地自然的力量 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来自颠倒五行阵的闪电火焰沙 无穷无尽的刮来 魔军却无可能不休止的 一直维持着联合抵御 而且越是大型的联合 要求的也越高 面对着恐怖而不间断的压力 就像风暴中 一个又一个的魔物 从连接状态中脱离 然后在下一秒 被撕扯的粉身碎骨 强大的防御法照 在这天地伪力前 如纸糊的一样 就连强大如黑暗蛇魔 面对呼啸而至的龙卷 也发出绝望的悲呼 尽管他们有强大的肉身 有强悍的法术 精善联手合击之处 但这一切在天地之怒的面前 又显得如此的苍白脆弱 一只只黑暗蛇魔被撕碎 再被平海八重山吸收转化 化作无尽本源之力 沟通大地 再灌输给云天兰与唐杰两个 两人只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提升 若不是他们本身有雄厚的实力 甚至都无法接收与消化 这恐怖如海的力量灌输 就算是那些高等魔族 也不是谁都能逃离的 面对暴卷沙尘 高等魔族纷纷后退 但是他们想跑 人类却要留客 一道又一道神通发出 这次不再是攻击目标 而是各类限制的手段 孤舍仙子的空间迷宫 黄无极的厚土无量 玲珑仙尊的武空风老 金无玉的天神索 燃晴花后的相思禅 诗心禅的不懂清心咒 还有七绝门的禁绝神器 猎捕盗兵赴天烈 捉青网纷纷祭出 将战场变成了一个大牢狱 补息代价 也要把对手留在这 这种情势下 鸿蒙魔族们 也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手段 一只六臂魔头 咆哮着献出真身 那赫然是一个 高达三百余杖的巨魔 六臂同称打向天空 六个拳头 萦绕出恐怖的力量 有若食指般轰向天际 打在孤舍仙子的空间迷宫上 迷宫竟为之崩裂破碎 接着 是一名双头恶魔 两个头同时喷出水与火的能量 汇聚在一起 竟然融合成一团 然后怦然炸裂 形成一股烟灭级的冲击波浪 硬生生炸开迷宫 炸在那一片黄天后土之上 孤舍仙子固然脸色一白 那两头恶魔也是两个脑袋一起搭了下来 刚才这一击 其耗费已相当于一名仙台 复活三次所需的能量 一名牛魔则化回本体 向那黄天后土冲去 撞在天空之墙上 整个天地为之摇颤 他一次次地冲撞 后方是无数魔头一起出手 狂轰滥炸 黄无极的黄天后土 间接不堪重负 最终破碎